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意大利昨天举行全国大选 那今晚正式的成绩还没出炉 意大利主要中左翼政党民主党已经承认败选 而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宣布胜选 那兄弟党党魁梅洛尼也将会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女总理 美联社分析认为如果意大利这个中右翼联盟选举当中获胜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意大利政治在欧洲的关键时刻急剧向右转 抱持欧洲怀疑论的梅洛尼领导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 以大约45%的得票组成二战以来最右翼的政府 而他选前已经表明说他一旦中选的话 他将会限制中国在意大利跟欧洲的扩张 并直接表示意大利无意继续参与一带一路计划 其实意大利自1946年以来已经换过了67届政府 意大利这次可以说是在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刻迎来了全国大选 除了要应对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 非法移民跟难民问题 还有如何协调跟欧盟的关系也是意大利当前面对的难题 那如今外界都在关注 作为呼声最高的新任总理梅洛尼上任之后 会怎么样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意大利在当地时间25号举行全国大选 大约5100万名合格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 而早前在选前民调中 遥遥领先的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也信身投票站投票 心情大好的他不但拿着选票让媒体拍照 投票之后还对残障选民嘘含问暖展现亲和力 投票结束后 意大利广播公司根据票站调查估算 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右翼联盟将拿下41%至45%的选票 得知喜讯的梅洛尼在记者会上难掩笑容贫纵飞吻 至于落败的左翼政党民主党则在记者会上承认落败 并表示将成为下届议会中最大的反对派力量 有望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女总理的梅洛尼是一名极右派领袖 那在意大利啊极右政党普遍奉行欧洲怀疑论 兄弟党还反对移民反对同性恋和LGBT等等 跟欧盟的政策是格格不入 而梅洛尼也曾经公开批评欧盟是官僚主义的巨人 这让欧盟的市场都在担心 那随着极右翼政党在瑞典选举中取得大胜不到两个礼拜之后 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的意大利也将落入极右翼势力的手中 恐怕呢将会冲击欧盟团结 在外交政策上 梅洛尼在大选前曾经表示 那如果能够领导新一届政府 他将会推动更多跟台湾的双边合作 同时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他表示台湾是意大利跟欧盟的战略贸易伙伴 台海如果发生军事冲突 那将会对欧洲造成直接影响 他认为欧盟应该运用一切政治跟外交手段 尽全力施压以避免台海发生冲突 那对此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曾经表达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任何一方借台湾问题说事 鼓噪对华强硬 中国表示高度重视发展对意大利的关系 坚持相互尊重 维护中意友好 并希望意大利在推动中意关系方面 继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床 高度重视点 矛盾